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刘云秀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你快速浏览北美各地最新的要点新闻 南加大地铁站附近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 枪击发生在昨天晚上8点30分左右 地点在圣安德鲁斯广场和杰斐逊大道附近的地铁站 警方表示这是一起汽车对汽车的枪击事件 导致其中一辆汽车上的一名乘客 送一急救后不幸身亡 警方指出受害者是一名30岁的男子 开枪的车内有三名男性 上周末 德州中学毕业派对爆枪击 九轻少年受伤 据德州贾斯珀县志安官办公室称 枪击事件发生在休斯顿东北约130英里的一处住宅内 当警方到达现场时发现有九人受枪伤 根据初步调查是毕业舞会后派对上爆发了枪击案 当时约有250人在场 同一天上午距离派对地点不到两英里出地 也发生过枪击案 警方表示两起枪击事件之间可能存在关联 迪士尼今天开始第二轮裁员 为了节省数十亿美元的运营成本 迪士尼今天开始进行第二轮裁员 去年11月 该公司宣布将进行三轮裁员 计划裁减7000名员工 迪士尼表示 到目前为止已有4000人受到影响 第一轮裁员已经在上个月完成 家具用品连锁店Bedbus & Beyond申请破产保护 家具用品大型连锁店Bedbus & Beyond今天申请破产 这家美国零售商难以适应不确定的经济 且没有跟上网络电商销售年代 多年来 每年亏损超过10亿美元 法庭文件显示Bedbus & Beyond已向新泽西州破产法院提交了自愿救济申请 这家连锁店多年来一直位列美国财新杂志500大企业榜单 中天中望 准利报道